巴菲特的持仓都是公开的 为什么大家不直接复制巴菲特呢? 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其实也这样问过巴菲特 他的回答是 没有人喜欢慢慢的变富 巴菲特30岁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100万美元 37岁赚到1000万美元 其实99%的财富都是在50岁之后获得的 从50岁之后 他的财富曲线从线性爬坡 变成了几何数级爆炸性的增长 这种滚雪球式的惊人增长 其实是来自富利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利滚利 很多人说他只是搭上了美国国运顺风车 英雄自然离不开时势 但是有了大事 成功者依然是少数 中国20年的经济腾飞 其实比美国的顺风车更快 但是这份运气又有多少人把握住了呢? 别总羡慕巴菲特赚钱 人家一辈子看了多少财报数都数不过来 机会总要留给有准备的人 想要有能力抓住机会 不断地学习才是一种